环保科技园区到厨余及堆滞液态肥二臭一案 被告在一审通通被判有罪 县议员林元富在总质询的议程中 除了要求县政府向议长张俊还有县议员们道歉 他也希望肉品市场董事会的人选 能够让一席给肉品工会的理事长 让最了解产线营运的人 可以直接在董事会当中把问题给提出来 环保科技园区到厨余及堆滞液态肥二臭一案 被告在一审通通被判有罪 县议员林元富在总质询议程中 也要求县府向议长张俊及县议员们道歉 去年的这个时候 那我们议长带队去会看环保科技园区 那针对业者厨余未处理 直接倒入农田掩埋 这件事那环保局当时的态度是 他们依法行政依规定来申请 所以他们的液态肥是符合程序的 可是今天的宣判却是有罪的 为了杜绝这个厨余再次乱到农田事件发生 元富也要求我们环保局要确实追踪 另外肉品屠宰场近年虽然陆续更新设备 但除了产量减半品质还不及以往 林元富则希望在董事会人选中 能让出议席给肉品工会理事长 针对肉品市场拍卖场 他们是公司董事会的方式 元富认为农会系统有两位董事 其实性质是重复的 应该释出一位给现任肉品工会理事长 来担任董事 因为他每天到拍卖场 每天要跟公司工作人员接触 每个月的营运他最清楚 由他在开会的时候 直接把问题声音绩效 直接反映到董事会 记者许立琴华林氏报导 请不吝点赞看